下面我们讲 佛子心当中的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里面 讲不舍世界安忍 三个波罗蜜多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的是金金波罗蜜多 金金波罗蜜多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微臣子里小乘是 轻入扑灭染土火 饶益众生功德缘 具足精进佛子心 那么我们一般世间当中 讲小乘和大乘 不管是从法性上 精进上 以及行为上 有很大的差别 很多修行人认为 所谓的小乘 他们修行不是很精进 获得的果位也不那么殊胜 有这样的看法 但在这里说 我们始终认为小乘是不精进 其实小乘也是很精进的 因为小乘唯一的 想自己获得寂灭的果位 不管是身为也好 怨觉也好 都想远离轮回 离开烦恼 然后自己想趋入寂静的涅槃 有这么一个愿望 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 他们也是要经过长期的勤奋努力 尤其是小乘 有些修行人 真的非常精进 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些公案当中也看得出来 小乘修行者是特别精进的 现在也是人们所称为的一些小乘国家 像缅甸 还有一些斯尼兰卡 以及泰国的部分学人 那么他们也是日日夜夜 相当相当地精进 那这样 他们想希求自己利益的这些小乘时 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精进 这种精进的程度 就像我们有些人 头上已经造火了 或者衣服造火了 房子造火的时候 他最快的速度去扑灭他 这是他最勇猛的一种精进 同样的道理就是 像获得自己利益的这些人 也是用最大的精进来行持 行持善法 那他们想要真实 也是这样精进的话 我们发了无上的菩提心 度化无量的众生 已经有了这种誓言 那这样的大乘修行人 为什么不需要精进 我们的责任更重 人种道远 应该说是 我们发了怎么好的心呢 然后每天都是睡懒觉 合不合理呢 不合理 有一个企业家 他结了很多很多的工程和项目 然后整天都是睡觉 别人会不会计较他 应该会的 因为他结了那么多的事 然后他自己不去做 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想的 可能会这样想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小乘是自己想 自己获得解脱 在轮回监狱里面 自己获得解脱的话 若是需要精进的话 那我们不但是要自己解脱 还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我天天都是这样 不精进是合不合理 绝对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所谓菩萨 饶益一切有情的功德缘权 菩萨就是饶益有情的功德缘权 我们不精进的话 那是不合理的 所以具足精进就是父子性 一定要具足精进 没有具足精进的话 所谓的饶益众生和菩提 绝对也是得不到的 当然这个精进分的话 盔甲精进 摄持善法精进 饶益有情精进 首先我想 我以前太难度了 不行啊 我现在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要精进 披上这种发愿的盔甲 这叫做盔甲精进 然后我从今天开始 凡事有关行持善法的行为 我要进行取手 那这样的发行叫做 摄持善法精进 让我从现在开始 用自己的一切行为 一切力量 全部用在饶益有情方面 这叫做饶益有情精进 所以我们有些 不管是得地 还是不得地也好 有些人真的是 只要想利益众生 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宁可自己愿意生病 或者是操劳 但自己的一切行为 全是为利他而转的 这就是真的 饶益有情精进 我想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 以后非常希望 培养这么一批人 真正是利益众生 我们现在天下的这些众生 特别地可怜 他们很多都没有 佛法的教育 每天都是迷迷糊糊地 忙着自己的琐事 也没有引导 善知识来引导 所以以后非常需要 舍弃自己的 然后一定要有 利益他众的发行者 这就是我们现在 社会的需要 如果这样的利益众生 没有精进 没有勤奋努力 那也是不能成功的 前面《入行论》里面 我们也学过 精进正菩提 若无风不动 无情福不胜 如果没有精进 那所谓的菩提 根本得不到的 就像我们世间的万物 没有风的吹动 它不会动摇的 同样的道理 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全是依靠精进的吹动力才能产生的 因此《入中论》 《入中论》 《入中论》 《入中论》也是说了 功德皆随精进心 所有我们出世间和世间的 一切功德 一切善根全是 随着我们的精进而转的 因此大家都是在 修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具有精进 现在世间人也是 以前高尔基他也是认为 世间的天才处于轻 所谓的天才是没有的 都是通过精进而得来的 也是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一说法可能也有 偏向于维吾伦论的一种说法吧 前世的利根和顿根者 众生的戒心当中是有的 但是通过精进和不精进 前世的业力确确确实也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精进 那么一切功德 一切智慧也不能获得 所以佛陀在《正法念诸经》当中也是说了 诸获一根源 即是懈怠也 一切祸害的根源 就是我们所谓的懈怠 何有一懈怠 彼无一切法 就是任何一个人 他如果具足了懈怠的烦恼 懈怠的烦恼 那他的一切闻思修行也好 禅定也好 很多的功德 智慧 就没办法增上的 为什么呢 只要一懈怠 那每天都是可能明明糊糊的 到了九十点钟的时候 还在像猪八戒一样 糊糊地睡着 那这样怎么会增上功德 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 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只要紧紧的话 很多的学问也好 或者说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应该是越来越增上 尤其是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只要是有心的力量 应该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有些人认为说 我现在不行了 已经认老了 不应该闻思 现在好好地闭关了 现在好好地念念注意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能这样 自己把自己退休了 这样不是很好 国家还没有退休 家里还没有退休 我们佛教团体还没有让你离休 你自己对自己打上一个老人的记号 这是不合理的 前一段时间有些新闻当中 我看见印度总统 是六十年以来 印度第一个女总统 她今年七十二岁 刚刚上任总统 我当时大吃一惊 我们世间有些人可能到了七十二岁的时候 不要说是国家的总统 连家里的主人都可能当不上 觉得我现在老了 肯定不行的 我有这样的 其实有时候 心的真正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有些人到了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的时候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该死了 该死了 最后真的心也没有力量了 身体也没有力量了 慢慢慢慢随着自己的业力 或者说 随着自己的发心而会转的 所以说 尤其是在闻思佛法方面 大家都是一定要精进 行持善法 是真正的 在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 以前古人 也有很多精进的公案 比如说 造笔图广 有这样的说法 在这里面 古人他要看书 要学习的时候 自己没有条件 当时生活非常穷苦 但隔壁人晚上有灯光 然后他中间的墙 弄出一个洞 通过洞里面借用这个光 然后自己看书 最后变成非常有名的人 还有一个近代的人 他也是看书的时候 就没有钱 没有钱 就像我们当年刚来学院的时候 有时候买没有的 钱也是没有的 不要说当时点蜡烛 经常在月光下看书 觉得有了月亮的时候 当时心里非常舒服 当时经代的一个叫做持饮 他也是觉得自己 实在是没有财物 买灯火 后来他到了夏天秋天的时候 看见很多萤火虫 然后把萤火虫全部聚在一起 通过萤火虫的光 自己看书 学习 最后就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人了 在世间当中对世间的学问 有如是精进的话 我看我们现在真的 很多人的条件太优越了 条件太好了 但是不修行 每天要么散乱 要么浑沉 要么将自己 随着自己的烦恼转 有些人情绪不稳定 这是最大的一个毛病 今天还想好好地学习 背几个颂伤 很好 很好 然后明天好像真的是 已经子弹种上了心脏一样 就倒下去了 就不行了 就再也动不了了 没有精进心 没有爬起来的念头了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学习佛法 应该辞职遗恨的 布多瓦格西也是以前说过 为成佛之前 我们要精进 要持久的精进 勇猛的精进 还有持久的精进 勇猛的精进 不断的精进 应该有三种精进 其实我们有时候 可能勇猛的精进长期就具不具足 自己也可以看 那不断的精进有没有 如果没有 那你两三天精进 然后两三天又倒下去 这种态度 真的是不说很好的 所以我看见有些老和尚 从小到晚年之间 一直非常非常地精进 这种精进 我们应该非常地睡觉 前一段时间也讲过吧 海誠大白师的一些出家人 他们晚上十点钟睡觉 早上两点钟起来 每天保持只睡四个小时 日中一时 很多请问记者问他们 这样的话 你们身体能照得准 当时苗相和尚说 可以啊 生活可充实了 你看我身体这么好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只睡四个小时 日中一时都很好 都很好 以前我在大连的时候也是见过 当时他们请我到那里去 但是我当时确实一方面 他们的寺院对现代人来讲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因为不抹金钱 很多的寺院 完全这个风格是不相同的 当然内心当中 他们有什么样的挑衅呢 我也不好说 如果内心没有挑 光是外表这样行持 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我想是也不会 因为没有任何必要吧 如果内心没有挑补 对佛法不相应 在外面做这些形象化 就没有任何必要 其实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真的有很多人是非常精进的 就像我们当年刚来学院的 大概是可能有十来年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是 有时候回忆自己的 也可以说是黄金岁月吧 在那个年代 非常的羡慕 可能一生当中再也可能 没有这么好的一种机会 我看见我们这里个别的道友 现在年龄也是 当时我们差不多 现在仅仅背这部论典 背你部论典 然后每天都是听福导 讲课 生活很充实的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人生当中是最难能可贵的 也许你们在晚年的时候 觉得是最羡慕的 现在大城市里面的有些居士 真的也是非常精进 这一点也很佩服的 因为本来跟我们不相同的 我们这里星期天的时候 稍微自己洗个衣服 这些都可以 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的人 每天都是忙碌 整个工作 自己家庭的身体 星期天稍微有一点时间 但是这个也是 偷偷地跑到那边去一起学习 这种机会是真的很难得的 这没有一点精进心 中间可能都会倒下去的 所以我们佛法的的确确需要精进 一切功德 依靠精进而获得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